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凡是数点忘祖 背叛祖国 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大家好 欢迎您加入今天的星期一现场 我是视网摩 在今年8月初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来访台湾 那么当时中国随即在台湾的周边进行实弹的军事演习 这是解放军自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 在台湾周遭举行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也因此台海关系被认为 比当时96年台海危机时还要更加紧张 不过对抗战争除了要靠国军之外 我们可以从俄乌战争的例子发现 尽管乌克兰与俄罗斯双方的军力相当悬殊 但是民间抵御的能量 是让俄军长尽苦头的原因之一 台湾也被外界认为与乌克兰的处境十分类似 然而我国的民防系统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吗 以及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这战争真的发生 那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 小心喔这有那个 那个街 不好意思 麻烦你 然后它通常在某一个地方会有一个防空避难室的那个标语 这样子 外道不太高吗 找一下喔 你知道平时负责的路灯亮不亮水沟通不通 家门前能不能画红线的里长 在战争来临时还是村里的守护员吗 根据民防法规定 在战时里长需要担任民防分团长 分团长的任务正是帮助里民进行家户防护 与当地防空避难设施的管理 就是管委会 对管委会有编预算在处理这个事情 每年都有 基本上都很安全 做防空洞都是很适的 适当办法 对对对防空洞大部分都是有多个出口的 就是它不能是只有单一出口 它就不适合做防空洞 就是它必须的一个标准 对对对对 一般来说所有三层楼以上建筑的地下室停车场 都是政府指定的防空避难所 这些空间在战争发生时 必须对外开放给所有的民众 而目前全台湾约有11万处的避难所 可容纳人数约8600万人 远远超过台湾的总人口数 它就是每个防空洞它都会有一个编号 然后它都其实都会载在那个 防空避难室的那个图 地图上面 对对对 然后管理人嘛 就是通常会是这边的主委 然后总容量 就是他们自己有510人要用 然后附近有就是附近居民可以520人进来 然后流通人口可以523人进来这样子 目前来说因为防空洞的数量够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太需要担心到它很挤的问题 对对对 重点不是担心防空洞数量不够 对对对对 提到存活其实国防部就出版一本全民国防手册 教民众如何在战争来临时做好生存的准备 不过却惨遭外界批评 这本手册不只无法教民众自力更生 在情境的设定上更像是一本平时手册 那我们就实际来开箱这本手册 如何教导民众应对在战争爆发时 可能会遭遇的各种情况 首先在战争中最有可能遭遇到的就是停水跟停电 遇到停水时 他要民众先检查居家的供水设备有没有故障 再立即关闭抽水机电源 并且除水时要使用滤水器 逆渗透或是蒸馏 而且水要煮沸才能饮用 最后提醒民众 拨打1910自来水公司客服专线 呃在战争爆发时 自来水客服还会有人上班吗 再来看到停电的部分 他建议要保持冰箱的关闭 减少开启的次数 然后使用手电筒 避免使用蜡烛 离家避难之前 记得要把总电源开关关闭 拔除插座上的电器插头 以及收听电池式的收音机了解最新灾情 最后一样提醒民众可以拨打1911台电客服专线 询问或通报 停电再打一次电话 真的会有人接吗 而且就算接通会有人来我们家修吗 还有人家中有收音机吗 教导民众如何做准备的层面 就是说自立靠自己准备的层面 相对又少很多 很多都是直接跟你说 你该去找谁谁谁来帮你啊 停电的时候 经济部要独捣台电 要去把这些修好 这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但是这些都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 在日常生活可以正常运软的情况下 他做得到的 但你今天的手册要应对的是什么事情 你应对的是战争 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后 使得原本就饱受俄罗斯威胁的波尔地海三国 更紧约到俄国的步步逼近 也各自推出自己的民防手册 为可能发生的战事做好准备 立陶宛他们在手册的开头就有告诉你说 敌人俄罗斯手段策略混合战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 就是全民一起需要大家的共同分共的力量 那我们的手册目前 敌人的面貌是 是不明显的 是模糊的 他并没有直接指出最主要的威胁 和他威胁可能的形势是什么 对那既然是全民国防 我们会觉得这是必须要强调的 另外一个层面是战争的想定上 里面我只看得到空袭 但我们知道战争其实 还有很多可能 如果发生成人战 如果第一个枪声就在我附近 我要怎么办 两方炮轰 我就刚好在附近 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躲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 如果我住的地方不幸的有人 有不明军队先跑进来 先占领的 我遇到这些军队的时候 我要怎么应对 在政府的民防系统下 还有其他民防单位 比如平时在帮我们指挥交通的逸交 或是协助救火工作的逸交 甚至到村里间的守望相助大队 都被归纳在我们的民防系统内 他们在战时除了协助救灾防护 必要时还要支援军事任务 不过每年却仅有四到八个小时的训练时数 我们教了三十分钟的全民国防 然后大概教了一个小时的各式各样的救灾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 完全跟国防是无关的东西 或者是什么保持身体健康的运动 为什么民防训练变成保健课程呢 也许是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没有经历过战争 缺少为战争做准备的意识 加上不强制参加了民防招集令 导致还要开保健课程 吸引民防团队的成员参与 然而同样身为民防团队议员的里长 认为自己应该要在战争时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资讯的传递 就是里长会是一个资讯的枢纽 无论是战争或者是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 比如我们之前的那个疫情 里长就是会是那个过滤各式各样的消息来源 然后传递给里民的这个人 而且很多里民他基本上是完全信任你的 所以你把什么样的资讯传递给他 那就会是非常重要的事 因为你有办法安定人心 你就可以让大家比如说不去打劫 不去落袍或者是不去做一些很愚蠢的事情 老实说我觉得他也没讲那天那么多东西 就比如说你要供水站啊物资配发 我觉得那个是太困难的事情 最前面这个资讯的问题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可能接下来可以在思考是说怎么样让演习就真的 更有实际练习的效果 就是让演的成分变少 就是让练习的成分变多 但这需要很多社会沟通 就是说对很多人来讲这就是一个生活的中断和打扰 你要怎么样去让大家可以接受或者说换一个方式 你可能加强的去让至少部分的部分的人他有这样的知识 他成为社区里面可以帮助大家的引导的那个人 这也是一个方法 如果政府体系之下的民房能量只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那么一般民众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或者说我们应该要具备哪些的能力才能够自救 甚至有余力去救人呢 大家或许可以想象一下 当今天这空袭警报已经连续好几个晚上 突然都在半夜的时候响起 那我们必须马上带着紧急救难包 跟着家人一起躲到距离家里最近的防空洞去避难 那么万一在跑到避难所的过程当中 自己的家人因为好几天都没有睡觉 好几天都没有睡好 加上心情实在太慌张 结果就突然晕倒晕厥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如何用手边就能够取得的东西 抬着他一起躲到安全的地方呢 如果这情况再糟糕一点 我们家人在慌乱之中不小心被敌军击碎的钢筋泥块给划伤了身体 皮开肉占血流不止 那我们又该如何帮他止血 这些情况都是在战乱时期可能会灭你的日常 这些情况都是在战乱时期可能会灭你的日常 好推开 好绑到什么程度 你要旋到血流趋缓 血流趋缓 止血了 明显的血流出来变少了 怎样的方式 这个被单才有办法在他的背下面 讲讲看 患者是不是要翻身 让他的颈部身体是保持一直线 如果你抓这样子病人是比较垂 会撞到地上 地上有可能石头有钢筋水泥的 所以我们要抓多一点 然后往上抬 随俄乌战争爆发 加上近期台海局势升温 不少民间团体开始在社区举办 急救防护与医疗应变等训练课程 组织自己的民防团队 试图补上政府民防系统中的缺口 再来现在 乌克兰的情势也紧张 你会觉得好像战争 不是离你的人生这么远的事情 那当真正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自己回想我自己 我好像不知道 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我可能甚至连自救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堂课 至少你可以学会自救吧 然后再救别人 我们没有办法预料 它什么时候会发生 但是发生的时候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做什么 可以帮助我身边的人 也可以帮助我自己 我在看到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就第一时间就直接 拉了朋友一起来参加 台湾的专业军警销 大概26万人左右 差不多是台湾人口的1% 所以我们现在在交的是 另外这99% 我们有非常专业的警销人员 我们也有很热心的社会大众 我们缺乏的是平时有训练 做好准备的志工伙伴们 所以我们这系列的课程 就是要培养 要培养的是各个社区的应变能力 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 还是最可怕的战争 我们希望每一个社区都有自救互助的能力 这样子我们最专业的军警销 他们才可以把更宝贵的资源 放在投入在其他地方 军事威胁之外 其实另一项威胁早已入侵台湾 那就是资讯战 在培养西访台期间 从便利超商 电视台 大学网站 户外电子看板 都曾被来自对岸的骇客入侵 不仅如此 台湾接收境外假消息 倾劳的程度 已经连续九年位居世界第一 至于释放假消息干扰境外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排名第六 而此次发动亲屋战争的俄罗斯 则名列第十二 那我们一般民众能够如何意识到资讯战 甚至对资讯战做出回应呢 资讯作战这件事情 在战时 就是在战争的时候 跟在平时是长相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今天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 说真的没有第二句话 就是完全 你只要听官方的消息就好 然后再来就是投降的消息一定不要信 在平时的认知作战 他其实很少会丢假消息 他大部分都是丢阴谋论 所以就是说 阴谋论才是资讯作战 应该说认知作战 在平时就是还没有战争直接 而且热战还没有开打之前的那个基底 那这个基底其实对我们一般辟谣来讲 是非常非常难做的 所以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其实是 一般人民有没有抵抗阴谋论的基础 就是他知不知道这个叫做阴谋论 另外一个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 很多时候很多人会跟我讲说 那中国操作是怎样 啊内容是真的啊 这种心态其实变得越来越多 那更重要的是 其实中国做很多的事不是亲中的 他做的其实都是反美跟反日的 就是告诉你说你看美国人权侵害有多严重 日本有多小鼻子小眼睛 他们都在巴凌其他的国家 用这样的一个论述让大家觉得 其实世界的强权国家其实都没多好 然后到最后再跟你讲说 其实中国根本就没有大家讲的那么烂 所以说真的 我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应方式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回过头来做黑熊学院 是因为我们认为做这些战争的准备 才有办法让大家有最基本的敌我意识 在俄乌战争中虚拟世界资讯战也是一大战场 俄罗斯网军在对乌克人开战前的三个月 不断在几个先进国家的社群媒体 丢关于疫苗的阴谋论 未养了一部分习惯透过这些管道接收资讯的受众 直到战争开打后 俄罗斯网军再透过这些管道 释放关于乌克人的假消息 带起国际舆论 让这些先进国家的人民认为 乌克人也有问题 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治领袖有出手援助乌克人的压力 如果说在台湾真的战争要开打 你会看到的就是 其实不是在对我们丢假消息 是中国在他们能够操作的那些国家 开始大量的丢假消息在吸引群众 他突然要抓住越来越多人的时候 那是战争爆发的一个前兆 这也是为什么其实 我们跟世界各国平常的协作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的 就是在做这个横向的联系 那除了提醒世界各国中国渗透的严重之外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那个connection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中国专家在哪里 每一个国家在研究中国渗透的你都知道 然后在战争的时候 他们现在在那边丢了哪些舆论 你马上可以跟他对接 然后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先在世界各国开达的舆论 你马上可以掌握 你马上可以做回击 这显示我们现在资讯作战最重要的一个战场 我觉得现在有两个危险的心态了 第一个就是说非常善意一厢情愿地解读 中共政权北京政权的意图 也有看到许多的舆论在讨论说 其实中共解放军还没有能力打台湾 所以大家不要急不要担心 OK我觉得这两个心态都是非常的危险 这个完全忽视了过去三十年解放军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这完全忽视了中共政权直接告诉全世界他想对台湾做的事情 在这里真的会觉得很希望大家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真的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来帮忙 很多时候你救援没办法第一时间抵达 他一定会有失衡的一天 尤其是一个灾难 那你会多一个人会就会多一个人帮忙 要避免战争并不是不去想他 而是你要做好准备 你做越好的准备战争越不可能发生 因为敌人会知道他的成功率很低 所以我觉得做好准备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尽管大家都希望战争永远不要发生 但是近年来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吓 以及习近平期望在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的野心 这两岸关系早就已经今非昔比 那么习惯和平生活的台湾人 或许得为最坏的情况来做好准备 毕竟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能用常理来解读的敌人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认同 也不管你是属于哪一个党派 这都是所有台湾人共同面临的课题 谢谢你加入今天的星期一现场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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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